欢迎你们来到逻辑课程 今天是我们逻辑课程的第六节 二十二种常见谬论之十七至十九 这是我们学过的谬论 上周我们就学了十四到十六的谬论 今天我们学识 第十七分解分格谬论 第十八运气彩票谬论 第十九述诸不适当权威谬论 现在请各位同学专注和澄清思维 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介绍第十七个谬论 分解或者称分格谬论 我们从一个整体的性质 推断出站不住脚不合理的组成部分的性质 这是分解分格谬论的定义 分解谬论可看成是合成谬论的反面 合成谬论是从组成部分向上引申到整体 而分解谬论是从整体向上推广到组成部分 上一节课我们学过了合成谬论了 我们今天学习的分解谬论呢 可以了和他做一个对比 好我们现在先看分解分格谬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汽车是可以跑动的 所以了组成汽车的每个零件都是可以跑动的 我们看到这是一辆汽车 它是可以跑的 而组成这个汽车的零件呢 是这样的啊 他们是不是也是可以跑动的呢 大家看到这个例子了 好我们再看 第一个例子 同样是汽车 这辆汽车是昂贵的 所以组成它的每个零件都是昂贵的 比如说这辆汽车是宝马车啊 奔驰车啊 他们都是很贵的 是不是它的每个零件都是昂贵的呢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水 H2O是湿的 所以呢氢气 H2 以氧气呢 O2 都是C的 我们知道啊 水的组成部分呢 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 它的组成部分呢 就是氢原子跟氧原子了 有水的性质 是不是可以推断出 氢气和氧气的性质呢 好我们再看第四个例子 我是自柔的 因此 我的氢包也是自柔的 这两个例子啊 我们在 合成 谬论那里呢 是讲过他们反过来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氢气和氧气都是干燥的 所以水是干燥的 我的氢包是不自由的 那么我也是不自由的 在上一节 合成谬论呢 我们是举过这样的例子的 对第四个例子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定义方面的问题 我们学过佛教科学课程知道啊 三种 学习技能中 第一种 就是 术语的定义 定义呢 对于我们的思维和逻辑推理啊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例子呢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是我的身体吗 我是等于我的身体吗 而自由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好了 我们再看第五个例子 这支交响乐团是非常出色的 因此 交响乐团里的每一位乐师都非常出色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交响乐团 它是由每一位乐师组成的 我们看看这个谬论的例子 好 我们介绍了五个谬论的例子了 现在看看了 就是 为了避免 这是谬论呢 要考虑每一种可能的情况 再去决定整体的性质 是否合适转移到 它的组成部分上 就是说 一个整体的性质 是不是可以很随意的 很直接的 不去考虑各种可能情况 就直接转移到它的组成部分呢 或者零件上面呢 好了 看过这些例子和分解分格谬论的定义 大家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的话 请同学们举出这种谬论的例子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同学想到一个例子了 我想到一个 加拿大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家 那加拿大人肯定是没有犯罪的人的 所以 前阵子发生了个 12个店铺的连环打劫 肯定是假的 谢谢 谢谢 分享给失踪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要前面的部分 因为我是 从后面那部分想到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不错了 我又想到一个 Tesla是一个很好的汽车品牌 那他出的每一台汽车 肯定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算付了定金 等个十年八年 我都没问题的 对 你也就是说Tesla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那么这个品牌上面的产品呢 包括汽车 或者其他的 飞机 或者怎么样 都是好的 是不是 类似这样的 对 就是把整个品牌 作为一个整体 这品牌上面的产品 作为他的组成 是的 汽车他的每个产品 组成了整个Tesla这个牌子 就是Tesla汽车 然后这个整个是一个汽车品牌了 那么他在汽车品牌上面呢 有各种型号 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 加拿大的官方语言 是英语跟法语 嗯 那每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都懂英语跟法语的了 好 谢谢教授和同学们的例子 好了 我们现在接着介绍 上面的谬论 我们现在讲 第十八种谬论 运气彩票谬论 我们认为某件事情 X的发生是被设置或注定的 因为X看上去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运气彩票谬论的定义 就是说某件事情啊 看上去呢 它发生的概率和击溃呢 是非常低的 上市不可能发生的 但它发生了 于是我们就认为 它的发生 是被设计或注定的 而不是偶然的 好 我们现在看 运气彩票谬论的第一个例子 我认为老张彩票中奖一定是他作弊了 因为中奖的几率是二千万分之一 我们有过买彩票的那个经验了 能够中奖了是很难的 因为中奖的概率是很低的 是两千万分之一了 甚至更低 而老张呢 他就彩票中奖了 于是我们就认为他是作弊了 因为看上去 这个可能性很低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老张的运气 为什么这么好了 那么老张啊 中奖啊 并不意味着彩票被操纵 也不意味着他注定要赢 相反啊 我们说老张很幸运 毕竟呢 一定有人中奖了 极低可能性 并不总是支持事情的发生 早有计划被设定注定这种想法 好 大家看看这个例子了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运气彩票谬论的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目的论的论证啊 是犯了这种谬论 因为目的论认为宇宙肯定是被设计好的 因为宇宙的规律 或宇宙的某些事物的存在 是这么不可能的 看看这个例子 好 那么这个谬论呢 在宗教哲学中很重要 有时人们认为宇宙维持生命的条件是极不可能的 所以宇宙必须被设计出来 而上帝可能就是这个设计者 这是一个极烈的争论 但这可能是一个运气彩票谬论 因为一些宇宙必定产生 我们呢只是难以置信这么幸运产生在这个宇宙内 这个例子很重要 因为呢是宦宙上帝的 我们再看 我去伦敦旅行时 在大街上遇到了朋友小陈 我想啊 他肯定是知道我的行程 并跟着我过来的 为了避免这些论断 需要明白有些极低可能的事情 也有可能发生的 要明白 即使每个人中奖的概率很低 也有人可能中奖 小心从极低可能跳到设计注定上 应该学习数学概率和统计学 如果我一年中每天都中了彩票 会怎样呢 这个运气谬论 是不是暗示着有人 操纵或设计的呢 好 现在请同学们呢 举出运气彩票谬论的例子 我们回到这个定义上去 我想到一个 在这个人还茫茫的世界 都可以让我遇到你 肯定是我们 有注定的缘分的 这个例子非常好 有些说 尤其是因缘者的一回事 史尼夫先生从南非跑到澳大利亚 碰到那个四川来的陈小姐 两个人相爱 结婚 语言都不带语通 肯定是缘定三生 好 其他权威人士所反对的权威 专家来支持一个结论 我们看看这个谬论的例子 你应该服用这些维生素 因为一位电影明星说他们是最好的 这个呢 我们常常在电视广告上 可以看到这些宣传 第二个例子 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不对的 我们认同他的看法 第三个例子 上帝不存在 因为著名的物理学家 斯提芬霍金是这样说的 第四个例子 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教王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例子都是探讨上帝存在或不存在 第五个例子 精神并学是垃圾 因为一位国家总理这么说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谬论 不要随意相信权威 或者在相信他们言论之前 只是调查 请同学们举出 诉诸不是但权威谬论的例子 大家再看看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直接喝水龙头的水 因为政府说 这个自来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 政府就是一个权威了 谢谢李时聪的例子 第一个谬论的例子 有点不妥当的 第三个四个都不妥当 第三个本来是好的 就是物理学家说上帝不存在 有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上帝不存在 因为他们不是神学专家 他们是科学家 但是佛经这种人 就是有某一批比较尖端的科学家 他们对这个考告这个上帝的定义 比如说宇宙是上帝创造出来 因为这个宇宙被创造了 所以上帝一定存在这种定义的话 他们是佛经这种物理学家 是把这个击破了 所以也不能够说 佛经这种例外的一些 尖端的科学家 没有权威去探索这个人学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外 所以那个第三个例子是有点问题 那第四个更大问题 因为教王肯定是一个传媒专家 他怎样都说的话 他是一个可靠的传媒 对但是我看到教材有这个例子 我也觉得他有点牵强了 对这两个例子都不能够用 好 我们不管我们继续讲 我们这节一段在网上发表之后 把这个例子推翻就可以了 对 就引发大家思考了 其实这个例子作为一个 反抗 因为第四个例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佛教徒是不相信有灵魂存在的 因为佛陀是怎样说 那么佛陀 他是一个 宗教传媒啊 因为佛教也是一个宗教 那现在有问题了 佛陀也是一个宗教传媒 教王也是一个宗教传媒 那么所以教王说 灵魂是存在的 佛陀就说灵魂是不存在的 那么第四个例子 这个情况就出现了 这个情况就表现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虽然有时候 确实一个传媒 但是有不同的传媒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的 所以不能够 马上就上升某一个传媒 因为他说的百分之百都对 因为佛教在全世界 只是百分之六 百分之四的人口 但是上升神学的是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 那个第四个例子就是 虽然是存贵 也不能够传过上升 那刚才 Frankie先生的例子 也有一个同感的 Frankie先生 你再说一说 你刚才举的例子吧 这个水龙头来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因为政府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 对 那么政府肯定是存位了 那我们究竟相不相信这个政府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静明 所有传位我们都是要考虑的 无论是他是政府也好 他是那个佛陀也好 他是教王也好 其实在应用水里面加这个佛罗 全世界来说 全世界来说不是很多城市加的 他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加佛罗的 温哥华没有加 对 温哥华没有加 多伦多就加 所以就是传位是有问题的 好 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 Frankie先生你的例子 就是说 那个权威啊 即使是他是 领域或者专业上的权威 的话呢 我们也要很审慎的 对待他们的言论和判断 好 其他同学还有例子或者想法吗 如果同学们没有例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总结一下了 之前六节课我们上过的 学过的谬论 让大家有印象 这是上一节课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就学了三个谬论了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总共学习了十九个谬论 到上一节呢 还在学习三个谬论呢 那么就学完了 二十二种常见谬论了 然后感到很振奋跟鼓舞了 我们到学完这个谬论之后 会有一到三堂课吧 我估计会让大家呢 复习跟做那个习题的 因为这些谬论呢 就是不是一堂课 就会学下来呀 是需要仿佛的一个 理解跟练习 这个谬论呢 是非常困难 我们老大学这个谬论 是有很大的条件性 对 尤其是文化背景 令到我们通常都有这种谬论的想法 是 就好像刚才我们探讨这个权威 他说不是当 这个词本身就是有一十多亿的意思 叫做 对啊 就是说即使它是某一方的权威的 有时候它表现出来的其实也是不适当的 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听的权威是不够的 肯定要听反方向的另外一个不同见解的权威 另外一方面的见解 对 好 给大家抬抬那个 这个谬论呢 就是说诉诸权威了 而不是说诉诸 不失贷权威了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区别 它区分两个两种形式的 一种呢 是诉诸 同一领域上的权威 比如说 教王啊 他就是探讨上帝的权威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诉诸不相关领域的权威 一种是同一领域的 专业的 第二种呢 是不相关的 就是不失贷的 不专业的权威 但是呢 这都属于诉诸权威的一种情况 好了 那么这里提到一个要点呢 就是说 科学技师啊 一直都是通过实验 及观察获取的 因此啊 诉诸权威 事实上 在科学上是没用的 大家要注意到啊 诉诸 即使是抓捏权威呢 事实上 在科学上是没用的 那么 卡尔萨 萨金啊 这位科学家 他是一个很 著名的科学家了 曾经表示啊 科学的伟大之处呢 就是 其实对权威的不信任 就算是权威 他们很多的论点啊 并非基于事实与观察 最后仍然被证明是错误的 权威和普通的科学研究者一样 都需要以同样的手法去证明一件事情的对错 而不能仅仅的因为他说了 而不提供这个认证呢 就没事了 就可以让大家相信了 他这里呢 举出一个很严重的例子啊 他是这样说的 美国呢 就曾经因为诉诸权威 而出现错误的对标示人类的 仰射体数量的问题 在1923年呢 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 费洛普勒皮特呢 是基于错误的数据 及互相抵触的观察 结果呢 声称 人类呢 有24对养射体 因为他在该领域为权威人士 这个结论呢 在20世纪 20年代至50年代呢 被大多数的人认同并采用 当时就算相关显示 人类养射体数量的图片 显示只有23对养射体 相关的教科书 却仍然指出人类有24对养射体 其权威性甚至影响 进行相关研究的人士 他们就算根据观察 及实验得出人类只有23对养射体的结论 却尝试证明自身的观察 结果是错误的 而并非尝试挑战 费洛普勒 匹特的结论 这个问题呢 最终于1950年得到那个修正 大家看到啊 这个例子是重要和严重的 就是说是一个专业的权威 导致的一个错误 当然了 就是说输出不相关领域的权威 那就更容易产生谬论了 好 大家可以上维基百科去 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个好例子 但是还有一个更普遍的例子了 就是说爱因斯坦 他认为这个宇宙是固定的 所以所有的时代这个科学家们都因为这个宇宙是固定的 那后来啊 就由那个 哈勃 他慢慢的观察这个宇宙的 信息 发现了 所有的信息 都往 我们那个 银河室 外面去跑 然后就 发现 这个宇宙是不停的膨胀 但宇宙不是一个固定体 那那个时候爱因斯坦也 非常难接受这个结论 但是这个科学经济已经存在了 所以爱因斯坦后来就搞了一大堆的那个 宇宙参数 对 然后他 临终的时候还说他的宇宙参数是 医生之中最不妥当的东西 嗯 那现在我们发现他的宇宙参数 只是就是 暗能量 他是推动这个宇宙旁张那个参数 嗯 所以 就算爱因斯坦 这个传位的人士 也有错误的地方的 所以爱因斯坦也说过 他说 他一生都在反对偶像崇拜的 但是呢 在他自己晚年成名之后呢 他说自己不幸成为被崇拜的偶像 谢谢教授说明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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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